nomination 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時事大報解 美國大選出事過 特朗普造勢中槍不過受傷 事情發生在電視兩位辯論之後 很多人都認為特朗普贏的情況下發生 你又怎麼看呢 對大選有什麼影響呢 嘉賓跟我們來談談 今天我們的嘉賓 國際關係學者趙宇樂 你好 程先生 我們花些時間都分析一下 當作吃花生也好 八卦也好 那件事 具體來說 怎麼看 我們先談談這件事 然後再談談對大選的影響 很多事情發生之後 很自然就會聯想到陰謀 陳水扁 其實我用那個結果來衡量 是很難的 不過你從動機上去考慮 可以無數理由 是不是 這是一個好問題 我們在鏡頭面前去看 整個刺殺的事件 我們就好像看到一場戲 感覺會覺得是否真的 那麼真 看到特朗普突然掩著 油耳 然後鏡頭再轉的時候 已經是血流披臉 大家可以看到 當然特朗普當然是鼻子 就是躲在台下 那種種的跡象 都令到有些人會覺得 陰謀論者會覺得 是否又好像陳水扁的翻版 但是我看這個難度 就相當高 如果你真的要這樣做 第一 特朗普會否用自己的命去教飛 要知道 讓子彈飛這件事 絕對是一個高難度的動作 當然現在我們看到 整個場景 他就說 不是子彈真的直接 是擦損的 所謂 反彈 而是因為 他在前面 他有個叫做 獨稿機 獨稿機的玻璃 即是因為這件事 其實我相信他肺的氣力很大 而且真的用一條命去搏 這個跟陳水扁 只是掩著肚子 那個很抵難度的動作 兩者是有差別的 陳水扁是否真的有陰謀 我們都沒有人可以 正正識識去確認 有的 都是大家覺得很離奇 都是這樣的 我又有一點跟你爭辯 你說特朗普沒有理由 找自己的命來教飛 什麼叫自己 自己是他說特朗普自己 或者後面操縱選舉的人 都是支持他的 那些人 都可以當他是一隻棋 我們就要這樣去看 整個形勢 特朗普我們第一 要想想動機和勝算 沒錯 我想說動機 如果是一個政黨 他的候選人 他處於一個劣勢的時候 他會用一種比較 我們叫做劇情的方法 去改變選情 這個有些可能性 但是我們知道就是選前 通過這個辯論 特朗普的聲譽 是一天比一天有龍勝的 我們看到特朗普的勢 其實民調都已經在說 沒有這件事之前 他六成七 已經有六成七的選民去支持他 他犯不著 還要這樣再倒一局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他可能會有反效果 其實呢 又跟著你講 如果你說是那個劣勢 那個要做些動作 歷史上的教訓 這個有常識都會知道 你只會將對方變成烈士 如果真是出名案的話 就是烈士 反過來 對自己未必有好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來說 現在這件事 你說是自編自導自演 那個危險性也很大 就是如果正如你說是 反彈中而已 不是只能直接射到耳朵 這樣的話 萬一你傷到 或者是你殺了這個 暗殺成功特朗普的話 那個代價很大 除非那個動機 就是天方夜頭 那個動機 包括這個人都可以犧牲 那你才會做這些事情 就是這樣 如果你從自然發生的條件來說 有些事情是控制不到的 就算你說控制了整個場景 那顆子彈怎樣跟你 產生一個什麼的果效 很難說的 我們都見過之前 美國的總統候選人 他因為被刺 有些是終身殘廢 有些甚至顆子彈 留在身上 種種的跡象都告訴我們 其實沒有一個絕對的把握 你自編自導自演 就一定得出那個果效出來 所以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反而比較客觀點 去看 整個情勢 發生了這件事之後 對特朗普有什麼特別的好處 這個好處大家都看到 現在特朗普也成為了一個英雄 一個形象 這件事真的對特朗普來說 是很有利 很有利 他是很有魂 可以這樣說 我們中國最強調 天時地利人禍 特朗普贏了地利 更加贏了人禍 那個代價不是誰可以扶得起 而且 他如果是正如你說 他的民調都已經這麼高的六十多 也不需要再去做這些動作 對手也要想這件事 對手不能因為這麼簡單 就說他的民調聲望很高 這個可能性也要計算在內 不是這麼多的 另一個呢 另一個有爭論的就是 歷史上不是沒有試過 就是民調高的候選人 那個說他贏緊的候選人 結果是輸了 也不是沒有發生過的 這個呢 我們分析就是用常理去分析 現在我們看到 拜登的形勢 確實在未發生這件事之前 已經是很惡劣的 那你 電視辯論也好 或者你往後所說的話也好 都被人看到一個 垂垂老耳的候選人 究竟值不值得這樣繼續去選呢 他已經沒有什麼勝算了 民主黨已經簽了名字說要退選 在這樣的情況下 沒有需要再這樣加鹽加醋 而且我也相信 特朗普其實他計算得很精準 整體來說 他知道在什麼情況下 他應該說什麼話 如果你看看他那個叫做 叫做宣言 很多事情其實他已經知道 下一步他應該怎麼做 所以他信心滿滿的 就算你說發生了這個 叫做行刺的事件 拜登又反而說 這幾天我們不要做宣傳 打退堂股 但是反過來特朗普 就算他是一個被害者 或者受傷者 他也是勇於走出來 他說我會繼續去宣傳 他將他自己的 給我都這樣做 勇敢的形象完全擺出來 所以你看到最微妙的變化是 馬斯克 馬斯克在美國大家都知道 在整個財團 在整個叫做資本主義社會 裡面 他是一個叫做話語權 最有能力的一個人 他的錢扔去哪裡 他的錢扔去哪裡 較早前兩個人 大家在說的時候 辯論的時候 他都還沒有表態 但一有這件事之後 馬上他就說特朗普這個勇者 甚至可以跟美國第26任總統 老羅斯福 他叫做互相比較 確實也是 如果我們讀歷史、讀政治 你就看到羅斯福的處境 又跟特朗普很相似 我們等一下也可以說 外交、內政各方面 這個就是一個運數 我們可以這樣說 這個運數在政治學上 雖然不能含量 但確實是存在 我們經過一輪之後 雖然還有很多 不一定大家同意的 不過似乎 基本上都可以排除 所謂自編自導自演 你覺得是嗎 基本上我都覺得 很難自編自導自演 反而較大的程度就是 在一個情況 如果他受傷的時候 他會不會將這個情況 更加擴大 或者誇張一點去演繹 這個絕對會有 還有另一個可能 在美國這樣的社會 特別是槍枝這麼泛濫 這麼自由 可以買賣這樣的情況 可以有的可能 就是這個槍手 是沒有政治動機 甚至是 可能精神有問題等等 或者很亢奮之類 在美國那些槍擊案件 多得事 類似這樣 這個可能 都不能夠排除 是不是 確實是這樣 程先生也說得對 美國來說 現在最揮揮揚揚揚 討論社會問題 就是槍械的管制 沒錯 你管不管他 如果管他 好像違反了美國 一流立憲下來的精神 每個人都知道 你有自己的家園 你有自己的道明 如果誰去入侵你的家園 其實你真的有權 你可以自衛 因為他又不同其他地方 他真的 田園的地方是很多的 所以你晚上晚上的時候 你真的不知道什麼陌生人進來 你怎樣去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 所以在美國憲法裡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財產 這件事 就給他們賦予他們一個槍枝的自我控制 當然你不是用這支槍 馬上去進行什麼殺戮 在一個自衛的情況下 可不可以給 美國人大多數都信奉這件事 他覺得有一支槍是比較安全的 而我們現在去看 不只是槍械管制的問題 更加是這個年輕人 他二十歲左右 你去看他 其實他是大學畢業的 他不是完全沒有學歷的 只不過他大學畢業之後 他有幾年 他真的沒有什麼公開的 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會不會一直在虛耗他自己的青春 是一個失敗者 可能是一個失敗者 美國最忌諱的是 你是一個失敗者 他現在正正面對很多的 例如工作壓力 或者生活條件 各方面很貴乏 以至令到他的思想走到極端 這個可能性是有的 所以加上這些因素來說 你看到現在美國內部的情況 確實在社會有些不穩 喝杯茶 謝謝班人回家給大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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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時事實播解》 我是今天嘉賓 國際關係學者趙宇樂 其實我們這個話題 美國總統大選 都不是第一次在這裡談的 即是你國下 還有其他學者都一起有經過 當時很多人都有一個說法 就是現在到11月24日投票 還有幾個月 什麼事情都可以發生 你猜不到發生的事情 這個對選舉本身有幾大影響 對結果有幾大影響 這個圖像給我們看到 是一個很關鍵性的決定 現在來說 每個美國人心目中 無論你喜歡特朗普 或者不喜歡特朗普 其實你都會覺得 是要投他一票 為什麼呢 支持他的 固然覺得他是一個英雄 但是在不支持他的一群人 始終都會覺得 特朗普現在也是挺身 為自由和民主的價值去爭取 他起身那一刻 雖然血流披面 但是他依然說 我戰鬥戰鬥再戰鬥 這一種精神 確實很符合美國國民的精神 現在美國國民心裡 他是覺得有點不安 不安的地方在於 經濟一直這麼差 我們怎麼去拼勁 我們怎麼去奮鬥 奮鬥的定義 就不是只是改善經濟這麼簡單 而是蘇來美國 他自己有一種主義在 你可以說他大美國主義 你也可以說他 一直受那種門羅主義的影響 但無論怎樣都好 以美國優先的這種觀點 由始至終其實都沒有什麼改變 特朗普是一個最勇敢的 叫做站在前沿的人 去告訴美國人 你選我 你選了我之後 我會回到以前那種光榮 所以美國人對這件事 在這次來說 他真是深信不疑 為什麼呢 特朗普那個形象 那幅圖片 大家看看 後面整支美國國旗 然後兩個人就撐著他 十足就好像打預戰那幅圖片 大家比較你就看得到 我們說這個現象學 亦都反映了一種心理的投射 美國人很喜歡是什麼呢 在艱苦之中 他怎樣去奮鬥作戰 以至取得一個勝利 哪怕整個過程裡面 他遇到很多的艱苦 很多問題 但這個亦都不足以去影響 這個人本身的素質 他們最喜歡就是去看一個 Integrity 美國人為什麼在政治上 重視這件事 有些政治家喜歡擺攏 他喜歡說一套做一套 但你看特朗普 就似乎在這一方面 他幾強調幾個主線 在今時今日 我們都還能看到 他是沒有什麼改變的 所以他的統一性 是比較強一點 一般人的印象 不要說什麼政治立場 他覺得拜登很偽善 很虛偽 特朗普都很討人討 不過他真 他沒有說謊 他有什麼就要說 說出來你不適合聽 另一件事就是他真 這個就是你說的 整體問題 一般的美國的一般的人 很多學者都說 美國幾十年 即二三十年 中產階級和基層市民的生活 沒有改善到 他的收入也沒有真正的增長 所以他們是對政府 對社會不滿 這是肯定的 但是他們不是政治 他們不是政治家 他們未必將自己處的困境 跟什麼外交政策掛勾 但事實上 美國有這麼多軍事基地在外國 軍費這麼高 你要去圍堵中國 這樣那樣 那些跟市民的困境是有關係的 但是市民不覺得 不是每個人都明白 跟這些有關係 所以他們是在看 比如說我要回到以前的光榮 我拿回我生活上要的東西 所以這個可能是特朗普 能夠當時得令的 最主要的一個 如果這樣想 可以預見 將來 我不知道特朗普上台之後 怎樣 他的外交政策 他的全球策略 會和現在的拜登 會有些不同 現在我們去看 就說特朗普的內政外交 其實他是一體化 他會將他打造成什麼 我的一種信念 那種信念就是 我怎樣令到美國人得益 美國人得益是兩方面 一種對內 經濟的條件怎麼改善 這件事特朗普其實都想得很通 換言之 這幾年 十幾二十年 其實美國都一直在燒錢 其實他的赤字 大家都知道 不斷要去修正 將天花板再調高一點 但他所欠的債 確實非常之高 如果他看特朗普的理財 你就看到他有一個上方保健在 他的好處在於是什麼 他說錢從哪裡來 始終我們美國人有自己的市場 你進入我的市場的時候 你就要給多些代價 所以他是不委言 他自己一定會加關稅 而美國加關稅這個習慣 大家可以看到 戰爭的時期他都一直在加 這個也符合美國人利益 加了關稅之後 那些錢可以用來補貼 審在國防、軍事、經濟、移民各方面的事情 這個是他一個非常看得準的情況 至於外交那裡 他就會盡量 如果對美國沒有理 哪怕你是政治正確 我也不會去做 所以他之前你有留意 他又要退出TDP 又要退出北約 又要退出北約 又要退出其他事情 為什麼這麼大的動作 就是告訴你 美國不需要在一些無謂消費的上高 去做一個國際消費 這個也是去自己省錢的方式 整體來說 你看特朗普其實 他省到的錢 當然他可能 是比奧巴馬時期 他可能就會高一點 但他比起拜登來說 他已經很成功了 拜登還在繼續燒錢 大家要記住 美國國民最害怕的是什麼 你一路逃空一路逃空的時候 你的美元的幣值是越來越不值錢 現在出現的問題是挺嚴重的 美國整個五十個州份 其實四十二個州份是告訴你 我不是很相信你的美元 不如說你除了美元之後 你讓我和你黃金掛鉤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這個趨勢 這是大新聞 這個是大新聞 如果是這樣繼續下去的時候 即是說美元在全球的一個信心裡面 他是越跌越低 這個在拜登總統 如果將來成為總統的時候 他一定要面對這個問題 特朗普 是的 這個特朗普 他一定要去改善這個經濟的條件 除此之外 就是他之前所說的 那種叫我怎樣去保障我們美洲 自己自成一體 那種門羅主義 他會繼續推行下去 除此之外 也有很多經濟的政策走出來 你要叫這個做一個理念就可以 是 有些人說 他沒有理念 他只是做生意 那我就說 做生意也有做生意的理念 他現在簡單來說 他的理念就是 Cut course 沒錯 減低成本 是吧 什麼 全球什麼暖化 搞什麼 減炭 搞什麼 如果這個邏輯成立的話 合乎正說美國優先的這個想法 在經濟上 他就會回到單邊主義 就是不會走這些全球化的路 這個跟拜登未必有什麼分別 但是外交上 那烏克蘭還繼續支持呢 繼續消錢呢 北約 還要不要再去到亞洲也要交交陣呢 現在是北約 在亞洲也要所謂叫做小北約 即是一針對中國 這個是不是都可以預測到 這個是非常機要的一個外交 如果在特朗普的思維裡面 他會覺得整個烏克蘭的戰爭 是虛耗了美國很多很不必要的資源 所以他也曾經說過 如果真的自己去做總統的時候 烏克蘭的問題 他希望盡快通過這個談判去解決了 一解決了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他跟俄羅斯 美國跟俄羅斯的矛盾就減低了 在拜登的政治圖 在這個特朗普的政治圖寶裡面 其實他很重視就是說 俄羅斯跟美國的關係 一旦這個關係收好的時候 他可以集中精力 去叫做對付中國 所以在這個時間裡面 會不會就是說 他都會處於一個 相對比較和平的一個態勢 換言之就說 先不要搞得粒粒亂事 先我顧本賠完 雖然中國是我未來的一個對手 但是我只需要大家合意 我加你關稅 你不反對 可能大家反而有辦法談 即是談生意而已 沒錯 談判、談生意而已 就不是去到 即我覺得拜登 或多或少 始終是傳統那種 即是意識形態的 即是冷戰思維 是吧? 將你幾個數碼一堆 這些什麼所謂 價值觀 最重要是經濟 這個可能是他的主打 特朗普和拜登 我相信他最主要的分別 也不是在於 美國他自己不想在全球性 有一個叫做主體 自己一個叫做主導性 這個大家其實都是合意的 都覺得應該是這樣 但是你主導得來 其實你只是把資源審 到一個正確的地方 特朗普是很想很精準地 去進行這種手術 換言之就說 雖然你耳巴有衝突 但是你以色列 在整個主體裡面 你應該是什麼呢? 出錢出力那個 日本你在一個防衛裡面 其實你因為在太平洋 你是一個主體 所以那方面他都覺得 日本應該多些軍費 在這樣的情況下 美國是可以是什麼呢? 比較輕描淡寫一些 他不需要花太多的資源 放進去 但是與此同時 每個人都會走過來 跟你一道 這個勢是相對抑張的 特朗普是想得比較 是全面一點和通一點 如果這樣說 又不見得特朗普 不強調美國主導的地位 那你霸權還要不要呢? 我相信特朗普 都不止說霸權都扔掉 霸權最大的霸權 現在就是美元 作為他這麼重經濟的話 這方面也不可以天真到認為 他現在說經濟 不跟你說2000年代 連霸權都不要 不是 金元 美元 他仍然會支配著 世界經濟的影響 對的 美元這個主導性的地位 如果一旦崩潰 對整個美國來說是災難成 所以美元現在來說 因為他不斷不斷負債 其實他只是還債也還死他 每一年 如果你這樣去看 那9000億用來 只是給一個什麼呢? 是支付他的利息 還沒計算 你還過本金 因此如果長此下去 長品難估 所以我相信特朗普 他一定會想 怎樣去開源 然後怎樣去折留 令美元暫時先穩住 然後才可以再說其他事情 因為如果你的經濟打得不好 你其他政治或者其他的外交 都是失敗的 好了,今天時間到了 多謝謝宇宙和我們聊天 多謝 期待補解 下回分解